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来街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2月14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来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首先啊,咱们还是看这个巴赫木特战场 目前啊,俄乌双方在巴赫木特啊,还是在继续激烈的交战 根据俄媒发出的消息啊,这个俄军啊,已经控制了巴赫木特乌军能够使用的交通干道 基本上已经把巴赫木特啊,包围了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啊,这是俄军啊,在进入巴赫木特市区的时候拍的视频 这个就足以说明俄军啊,这个瓦格纳集团已经攻进了这个巴赫木特 目前俄军,就是瓦格纳集团啊,控制了巴赫木特大概三分之一的地盘 这个视频啊,是乌克兰的军队啊,拍的这个巴赫木特现场的视频 从这个视频可以看出来,乌军现在正在巴赫木特,与俄军激战 乌军总参谋部说啊,敌人向五个方向推进,并加强了在利曼和巴赫木特附近的部队集结 据乌媒说啊,乌军的总司令扎鲁日内啊,已经说服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啊 从巴赫木特撤离部分守军啊,目前已经撤出了一半 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也介绍了,本来在这个巴赫木特47平方公里的这么个地方 加上周围的一些居民点啊,乌军大概是一万多人 现在在巴赫木特,乌军可能还剩下3000到4000人 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啊,这个视频里面,这是瓦格纳集团的视频啊 就这样向乌军的阵地冲锋 通过这个视频,大家就能知道啊,这个火炮的重要性 我一直在说啊,这个乌军就是缺15毫米的榴弹炮,还有这个海马斯的火箭炮,神剑制导炮弹 如果乌军这些炮弹能够足量供应,瓦格纳集团的士兵他也没有办法像这样去冲击乌军的防线啊 咱们最近一直看视频啊,这个乌军阵地上那个机枪的子弹壳都堆积如山了 地上都满满的一层,说明什么啊,至少说明乌军去缺炮弹 如果乌军的炮弹足够多,就是瓦格纳集团的士兵他没有办法靠肉身啊 你看他们就是靠肉身的去冲击乌军的阵地,用火炮来覆盖他们就完了 或者是用这个M777啊,精准打击 我们缺乏各种弹药,尤其是炮弹 第93机械化铝带米哈伊洛上尉说啊 大约有5000名平民留在巴赫木特,没有自来水或电力 数多人是老年人和穷人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呢,叫波多利亚克说啊 要结束这场战争,乌军需要每天消灭5000名入侵者 他这个消灭啊,我理解成啊,就是打死打伤 就是让俄军啊,每天减缘5000人 要每天消灭5000人,那这个太厉害了 这里咱们要说一说啊,这个乌军为什么坚守巴赫木特 就到现在还没有撤完 我认为啊,如果乌军坚守巴赫木特 他跟俄军的伤亡比例啊,达到1比3 那乌军就是值得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进攻巴赫木特过程中啊 如果俄军,比如瓦格纳集团,一共是死了1万人 但是乌军只死了3000,那乌军在这守啊,还是值得的 否则守这个巴赫木特这么个地方,这个意义不大 那不仅在消耗俄军啊,也是在消耗乌军 对乌军来说是不值当的 前几天的节目里面我就说了 这个泽伦斯基啊,去了法国英国访问完之后 就应该撤出巴赫木特了,这个时候再守巴赫木特啊 无论是政治上面,还是军事上面,意义都不大 但是呢,如果乌军的伤亡比合适 那还是可以在巴赫木特跟俄军继续战斗 不能放弃巴赫木特啊,因为你看瓦格纳集团打了9个月了 就说三面包围巴赫木特,也已经包围了将近两周了 到现在都没有把巴赫木特全部拿下 这个瓦格纳集团付出的代价非常大 对乌军来说呢,他是这个预备役人员 他是轮番上这个巴赫木特作战 实际上也是一种锻炼,在这儿拖住了俄军 然后乌军啊,大量的部队啊 实际上他是要到后方修整 然后接收西方的专甲运兵车 还有坦克这个新式武器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啊,所有的新式武器都要磨合 都要顺练的 你看这个包二坦克可能要组建一个营 这是第一批啊 那个美国的坦克也是要组建一个营 那你这至少有一个营的士兵啊 一辆坦克四个人 你得有这么多人去啊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 就是坦克可能还晚一点到乌克兰战场 最先到乌克兰战场呢 是布拉德利战车 还有黄楚兰战车 还有这个法国的什么清新坦克 实际上这都是专甲运兵车啊 那这个就需要更多的士兵啊 去磨合 因为这个专甲运兵车 比如那个美国提供的布拉德利战车 这些士兵啊 要去训练 如何上车 如何下车 然后在车上面怎么样接受任务 布拉德利战车上面不都是显示器吗 每个士兵在战车里面 就知道战场外面 360度无死角的 敌人在什么地方 作战任务是什么 然后他们在车内啊 还可以对外射击啊 就是说啊 他不仅顺练这个驾驶员 他还要顺练这个蹭员呢 就是坐这个战车的人 所以啊 没有一个月顺练 这个战车的效果啊 也没有办法发挥的 所以说乌军啊 一边在巴赫木特这儿坚守 一边有很多主力部队啊 已经到乌西 甚至到波兰去换装去了 换这个西方的装甲车 接收坦克 还有什么自行火炮 你这么一看的话 时间不在俄军这边呢 所以普京很着急啊 拖下去对乌军有利啊 所以说就乌军啊 应该不应该在巴赫木特坚守 这个确实也比较难以抉择 手吧要死人 但是手下去对乌军呢 综合考量还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啊 包括美国要求 泽伦斯基啊 要攻击克里米亚 拿回克里米亚 因为克里米亚对俄军来说啊 这个不几线太长了 比较吃力 所以在克里米亚 俄军大概率是出手势 那不像在乌冬地区啊 乌冬地区就挨着俄罗斯啊 不几线短呢 所以这个美国还有西方国家 要求泽伦斯基啊 把乌冬这儿放一放 集中兵力 拿下克里米亚 拿下克里米亚 第一个就要拿下 梅里托宝 就是在扎伯罗瑞这儿 但是扎伯罗瑞这儿 好像都是大平原 咱们以前也介绍过了 这个俄军啊 在扎伯罗瑞搞了很多 这个龙牙防线 又搞了很多这个水泥棺材啊 挖豪钩 沿着以待 大家想一想 乌军现在在梅里托宝 发动攻击的话 不占便宜啊 因为那是大平原 适合机械化部队 适合坦克转甲车 乌军现在靠肉身去冲的话 伤亡肯定很大 所以说接下来啊 等到这个西方的 坦克转甲车 到达乌克兰战场 然后乌军啊 形成战斗力之后 恐怕第一个要拿下的 就是梅里托宝 但是呢 这个俄军也不傻呀 所以俄军他就得 想办法在哈尔克福啊 这个克雷明纳呀 巴赫姆特这些地方 疯狂进攻 吸引乌军的主力 寻求把乌军的主力啊 包围 然后予以歼灭 现在乌军就不能扇车弹 实际上乌军的主攻方向 是在扎波罗日 其他的方向 拖住俄军就行了 所以战打的现在 双方的这个想法呀 双方的战略意图 实际上是民旗呀 没有什么新鲜的 这个普京啊 一看战场形势 如果实在不行 他可能就要从白俄罗斯出兵 直接攻击基辅 一切都是为了 唯位救赵啊 就是要救克里米亚 这是目前战场上的一个态势 我们再看看战场之外 刚才说的啊 美军援助给乌克兰的 应该是60多辆布拉德利战车啊 已经到达德国的布莱梅哈芬 这个港口 很快就要到波兰了 乌克兰军队在波兰境内 训练使用爆二坦克 由于战事紧迫 乌军训练时间由三个月 压缩至一个月 时间不等人啊 乌军开始使用M1A2坦克 那就是乌军现在已经开始擅守 这个爆二坦克和M1A2坦克 前几天啊 不是已经由乌军到英国去 培训这个挑战者二号坦克吗 怎能自己还去参观了 这样的话应该在三月中旬 这些坦克可能就要到达这个乌克兰战场 乌克兰一架新型无人机发射 该无人机装备侦察和火炮校正而设计 飞行半径40公里 飞行高度可达3.5公里 由乌克兰初创公司设计和制造 这个乌克兰现在已经能够自己生产制造无人机了 这也不容易啊 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周一表示啊 北约需要提高弹药产量 因为乌克兰的使用率远远超过目前的产能 并耗尽库存 据路透社报道啊 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 如果欧洲与俄罗斯开战 一些国家的弹药储备将足够几天 据该机构消息人士称啊 北约可能要求北约乘成国增加因定期援助乌克兰 而耗尽的武器库存 北约乘成国现在已经要求储备海马斯导弹 爱国者和猎豹防空系统弹药 以及155毫米炮弹 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 就是整个北约啊 都是缺15毫米炮弹 缺海马斯的火箭炮炮弹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长乌尔索表示啊 意大利计划在2023年完全切断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 今年我们将摆脱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 从明年开始 我们将能够自己向其他国家供应天然气 并将很快成为欧洲的天然气中心 这要归功于通过来自阿塞拜疆的跨亚德里亚海天然气管道 供应量增加了一倍 意大利的经济发展部部长乌尔索说 说到这里 我记得去年咱们做过几期节目啊 就专门介绍从俄罗斯还有高加索 还有中亚这些国家 这些天然气是怎么到的欧洲的几条线路 本来啊 阿塞拜疆的天然气啊 要通过俄罗斯的管道 要么走乌克兰 要么走这个离海啊 总之阿塞拜疆的天然气出口 是被普京捏着脖子的 普京一不高兴就要减销管道 他一减销管道就把阿塞拜疆的那个天然气给停掉了 大家也想一想 这个天然气出口每天都是钱呢 你停几天 那就少赚几天的钱了 现在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这个预算的算得紧紧的 你少几天收入 这不就乱了吗 所以这个阿塞拜疆是苦不堪言 后来阿塞拜疆人家跟土耳其合作 土耳其修这个天然气管道 然后到欧洲 所以阿塞拜疆啊 还有这个中亚一些国家就开始摆脱俄罗斯 现在啊普京已经反过来了 天天求着这个土耳其的爱尔多安呢 说愿意跟爱尔多安跟土耳其 这建一个什么天然气中转中轻 什么意思 俄罗斯本来往欧洲卖的天然气啊 通过北溪一号北溪二号 这个天然气管道 然后通过乌克兰的那个天然气管道 卖到欧洲 现在啊北溪一号北溪二号被炸了 用不了了 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 你这个命门呢 是被仇人捏着的 乌克兰现在很开心啊 因为你从他那儿过 是要交过路费的 乌克兰可能还能免费使用天然气 你不服气 你可以不从这儿走啊 但是俄罗斯仅剩这一条了 现在不关是广道的问题 是欧洲人家不要你俄罗斯的天然气 这就麻烦了 你看意大利也不要俄罗斯的天然气了 德国不要了 所以普京啊 才会舔着脸 去求爱尔多安 他把气卖到土耳其去 然后土耳其做这个中间商 把这气再卖到欧洲 所以普京本来是拿天然气作为武器 来控制欧洲的 结果反过来 失算了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偷鸡不成 反是一八米 现在命门呢 不是乌克兰抓着的 就是土耳其给他抓着的 所以俄罗斯现在迫不得已啊 把天然气往中国卖 北约可以向乌克兰提供作战飞机 斯图尔滕贝格秘书长 在吹风会上表示啊 北约盟国不会参与 针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 但他们可以提供战机 目前啊 提供战机不是优先事项 交付已经确定的装备更为重要 他表示啊 俄罗斯的攻势已经开始 普京不会为和平做准备 因此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速度 可以挽救生命 他这说的也对 就是说 北约可以为乌克兰提供飞机了 但是现在不是最紧急的事情 最紧急的是把这个装甲车 还有坦克送到乌克兰去 因为这个都已经确定了 向乌克兰提供军机的问题 将在2月14日至15日举行的 北约国家防长会谈期间提出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启程 将参加于明天在北约总部举行的 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 那在这个会议上面 大家就要拿出主意了 来拍板 到底提供不提供战斗机 欧盟第十轮对莫斯科制裁方案 首批细节公布 山中末 冯德兰办公室负责人 向布罗塞尔的欧盟成员国 常驻代表通报了这些计划 这个制裁方案的细节 有这么几个重点的 第一个是把这个俄罗斯 不还有四家银行 接入了这个SWIF系统吗 把这四家也要踢出去 第二个呢 就是要制裁个人 这个名单又增加了130个人 这主要是什么人呢 包括俄罗斯军队的指挥部的代表 莫斯科从自称 俄罗斯地区任命的官员 就是任命那个乌东四个州啊 还有克里米亚的那些官员 以及效忠于莫斯科的宣传媒体和雇员 就是俄罗斯国家电视台 或者什么通讯社的那帮人 都在制裁制裂 禁止俄罗斯进口卡车 其他重型车辆 棒和其他用于建筑行业的设备 冯德兰还澄清说 该一揽子计划极有可能包括对军民两用电子元器件的额外出口经历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军民两用的这种电子元器件啊 它完全可以用在导弹的生产制造上面 由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战争打了一年 俄罗斯不关征兵困难 俄罗斯的国内很多军工厂 招工都招不满 这是俄罗斯乌拉尔车辆制造厂 对外招聘 他的职位空缺啊 由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向全国招聘宣传 为什么 大家都不愿意去 这个乌拉尔车辆制造厂 就是生产T90坦克的 我们再看看这个国际形势啊 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9日说 乌克兰接获了俄罗斯情报机构摧毁莫尔多瓦的计划 泽伦斯基发表上述言论后 莫尔多瓦情报和安全局发表声明 证实已从我们的乌克兰伙伴那里获得了相关信息 并表示已发现旨在破坏莫尔多瓦共和国 破坏稳定和妨碍公共秩序的颠覆活动 同时这个莫尔多瓦总统啊 三度指责俄罗斯计划利用外国破坏者 推翻该国政府阻止其加入欧盟 并将其用于对乌克兰的战争 三度发表上述言论之前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通报了相关情报 三度在今天的简报会上对记者说 下一个时期的计划 包括由伪装成便服的军事训练人员参与的行动 他们将采取暴力行动 袭击一些国家建筑 甚至劫持人质 实际上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莫尔多瓦是不是一个德佐地区啊 那个德佐好像是俄罗斯族人多 他也要闹独立 然后俄罗斯在莫尔多瓦 这个德佐地区啊 好像还有一两千士兵啊 就是派有军队在这儿 那现在国际形势啊就有点复杂了 因为这个莫尔多瓦国内的局势啊 也比较乱 有亲俄的 也有这个反俄的 亲西方的 莫尔多瓦现在加入欧盟 还要加入北约吧 那这个俄罗斯肯定不能容忍啊 所以这个普京啊 极有可能是趁这个北约啊 现在焦头烂额 准备在莫尔多瓦搞事 因为俄军本来就驻扎在这个德佐地区 然后在联合上这个莫尔多瓦 有很多这个商人呢 还有亲俄的那些人士 退伍军人一堆的 就像在那个卢干斯克和敦列斯克 那两个州搞的事情是一样的 莫尔多瓦一共人口没多少 莫尔多瓦以前还出过事啊 莫尔多瓦自己的国防军 根本就没有能力保护莫尔多瓦 都是波兰人啊 这罗马尼亚人啊 穿上这个莫尔多瓦这个正规军的服装 进去评判 所以普京这次肯定是趁这个北约啊 叫头烂额的时候 在莫尔多瓦搞事 一举啊 把莫尔多瓦的这个宪政权给推翻 然后建立一个亲俄的政权 这是一种可能啊 还有种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乌克兰在搞事 这个消息是泽伦斯基放出去的 说这个德佐地区啊 有人要搞事 乌克兰人接获了情报 那乌克兰人为什么这么干呢 实际上就是啊 那如果莫尔多瓦能够把这个德佐地区控制住 把这个俄罗斯的士兵啊 军队给赶走 那对乌克兰来说 就减轻了一个压力 那他可以把他 如莫尔多瓦附近的这个乌军啊 就可以调走了 调到乌东地区 减轻这个方向上的压力 那也为战后考虑啊 那对这个莫尔多瓦来说呢 他也愿意 趁俄罗斯现在跟乌克兰打得不可开交 自顾不暇的时候 他也配合泽伦斯基啊 唱这么一出戏 如果趁机把这个德佐地区给收复了 把俄军赶走 这不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吗 所以呀 就趁现在开始干 如果你现在不干 过一个月两个月 欧战争结束了 停火了 你那个时候再干 来不及了 所以对莫尔多瓦来说 他现在是乱中取胜了 趁普京现在 尼普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时候 趁机夺回这个德佐地区 赶走俄军 那大家想一想 这个德佐地区 俄军一共才不到两千人呢 那再加上德佐的这个亲俄分子 能有多少呢 如果在这打起来了 北约是不可能不管的 所以说对普京来说 是后院起火 普京本来这个算盘打得挺好的 整个黑海一圈啊 都是俄罗斯人 都是他的 现在看样子也捂不住了 所以我推测啊 大概率啊 不是普京在搞事 而是乌克兰在搞事 还有莫尔多瓦在搞事 他们俩人呢 撞到了一起 因为普京现在是自顾不暇 他打乌克兰都已经够呛了 他哪有功夫 跑到莫尔多瓦去整事啊 万一那两千俄军不够用 他哪里能抽出人呢 去德佐呢 去都去不了 所以大概率是 泽伦斯基跟莫尔多瓦 唱双簧啊 这回普京也要吃个哑巴亏啊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基辅时间2月13日报道啊 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 几乎90%的乌克兰人 也准备继续与俄罗斯的侵略者作斗争 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 周一公布的2023年 莫尼黑安全指数的数据 证明了这一点 95%的受欢者表示啊 如果俄罗斯继续定期轰炸 乌克兰应该继续战斗 91%的受欢者表示啊 如果俄罗斯联邦 在黑海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情况下 乌克兰应该战斗 89%的受欢者表示啊 如果俄罗斯在战场上使用战术核武器 如果俄罗斯向一个和平的乌克兰城市投下核弹 89%的受欢者表示啊 乌克兰应该继续战斗 对于大多数乌克兰人来说啊 停火的可接受条件 是俄罗斯完全撤出乌克兰领土 包括克里米亚 这是93%的受欢者表示 11%的人同意啊 只要乌东四周 不要克里米亚 据德国每日禁报报道 慕尼黑安全会议委托为其年度报告进行的一项代表性调查发现 即使在发生核打击的情况下 绝大多数乌克兰人也会继续与俄罗斯的入侵作斗争 并将克里米亚视为乌克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份调查是在2022年11月进行的 采访了1000位乌克兰人 目的是要了解乌克兰人如何看待升级风险 停火条件和长期安全保障等问题 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乌克兰人反抗 俄罗斯侵略的决心 所以我一直说 你把泽伦斯基杀了有什么用啊 就普京有那个能力对泽伦斯基施行斩首 又有什么用呢 杀了一个泽伦斯基 还有另外一个泽伦斯基出来 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那是绝大部分乌克兰人的态度 绝不投降 我们再看看这个卡德罗夫啊 最近又在说什么啊 他说如果最高统帅下了命令 我们甚至可以打到美国 这个卡德罗夫福特加喝多了 连乌克兰都打不过 打成这样 他还要打到美国 还要踏平欧洲 我们将通过奥德萨 哈尔科夫和基辅 到达波兰 直取欧洲 这个卡德罗夫啊 在车臣大搞任人为亲啊 卡德罗夫前些天任命 他的26岁的侄子 哈姆扎特卡德罗夫 为车臣副总理 他这一任命啊 遭到了大量的公众的批评 有舆论指责卡德罗夫 搞家族政治 任人为亲 对此卡德罗夫霸气回应了 对于车臣领导人来说啊 忠诚才是第一位的 忠诚不绝对 绝对不忠诚 整个车臣啊 都是卡德罗夫他们一家的 2月12号 俄罗斯的这个副外长 维尔西宁啊 他不表示 俄罗斯已经做好了准备跟乌克兰和谈吗 那么乌方的反应呢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啊 乌总统办公室顾问 波多利亚克当天表示啊 俄方声明表明 如克里姆林宫的谈判是不可能的 波多利亚克称 只有乌克兰的胜利才能结束欧洲战争 他指责俄罗斯不愿意离开 他占领的领土 也不愿意为这场几乎长达一年的冲突 承担责任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科比同日重申啊 要由乌克兰总统泽勒斯基来决定谈判是否合适 以及何时何时 华盛顿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以便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成功的对抗俄罗斯 乌克兰的表态 美国的表态都没有问题 简单点说啊 就是要对俄罗斯的这些战演法要视而不见 对普京耍着这些花枪啊 不如理睬 目前来看啊 只有打败俄罗斯 才有所谓的和平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一个日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